新年歌《龙东响》是刺激志工特意给阿公阿嬷营造浓厚的新年气氛 来到双溪茅诺麻风病院 志工要趁过年前给老人家一剪头发 除了形象清新 短发让生活自理不变的阿公阿嬷舒服又方便 要老一点 女子一定是要有一个形状 全部跟阿嬷营给她们 她们也是要漂亮的 也是应该给她们美美的 头发 胡须 指甲 志工都细心修剪 看不出她们当中不少成员还是家境优渥的实业家夫人 我们做一点动作可以给她们这样开心 是很值得 我们是觉得很值得 因为钱也是不能买那种快乐 因为我们在出去都是比较放下身段 要学习 是不是很开心 对啊 谢谢你们 感恩啊 易剪对身为理发师的叶秀兰而言 发型技术难不倒她 六年时间持续付出 易剪让她改变对家人爱的方式 有次我来剪 真的剪 好像这个位还是那边位 有个阿嬷就往生了 我真的一直剪 我的眼泪要流出来 我觉得应该要孝顺我们的父母 我的爸爸 因为我不敢去拉他 不敢去保他 真的 因为我爸爸已经八十多岁 我也是很少回去的 所以来了老人员付出了这样多年 我会保住了我爸爸 志工不忘唱新年歌 逗了阿公阿嬷 让阿公阿嬷没有在家过年 也能感受到春暖人间 大爱新闻 秋晚静林奇兵 马来西亚报导 红包拿来 好 阿公阿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